乌军14号公布影片宣称 用无人艇在克里米亚南部 集成了俄军大型登陆舰 凯撒库尼科夫号 还说开战到现在 已经让俄国黑海舰队 折损了三分之一的船舰 乌军14号公布影片 宣称用国造的武装无人舰 在克里米亚南部的阿鲁普凯外海 集成了俄军的大型登陆舰 凯撒普尼科夫号 根据乌军估计 这是俄国黑海舰队 折损的第25艘船舰 克里米亚南部对此拒绝评论 美国参议院13号通过了 总值953亿美元的原外法案 里面包含了队屋跟队台援助 但法案到了众院还有变数 但美国的欧洲北约盟友 以及北约秘书长都呼吁美方 尽快通过队屋军援 北约秘书长重申 如果俄国赢得战争 中国可能会对台湾虎视眈眈 史托腾伯格14号也召开记者会 公布了北约成员国增加 国防支出的细节 明显针对日前美国总统川普 不付钱就叫俄国打你的狂言 史托腾伯格还说 北约31个成员国中 有18国预计今年会达到 国防支出占GDP2%的目标 比2013年的11国显著增加 吴连哲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